这个旋律不用我多说 大家就知道了吧 没错 今天心想要跟大家交流浪课的 就是这部厉害到炸的动画片 大闹天宫 故事又从一颗石头说起 石头常年吸收日夜精华 最后居然修炼成精 从里面蹦出来一只神猴 这神猴出身就是个闹腾的主 什么大地什么天宫 统统闪一边去 神猴原本在花果山上 统领着一众猴子猴尊 这天在给猴儿们掩饰 功夫时却一个不小心 把兵器给弄断了 一旁老者站出来献祭 大王能否下海 下海 下海干嘛 找宝贝啊 海里到处都是宝贝 以大王的本事 一天挣个百八十万 简直不要太轻松 身后一听 还有这等好事 于是哗啦啦下了海 海里宝贝虽多 但是大堆被龙宫给垄断了 身后游了没多久 就碰到看守龙宫的乌龟虾米 身后也没多废话 几招搞定乌龟 带着他来到了龙宫 身后见到老龙王 清了清嗓子 咳咳 我是花不山的老孙 最近手头有点紧 想过来借点宝贝 回去换酒喝 老龙王看着老孙 来头不小 不敢怠慢 让虾兵抬了长枪 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身后一巴舌弯乱长枪 龙王借猴子胃口不小 又先后多给了点礼物 然而还是满足不了身后 一旁幕僚 给龙王出了馊主意 让他带着神猴去看龙宫的正宫之宝 定海神针 一边介绍还一边嘚瑟 这是咱们龙宫的命根子 你有本事你就拿去 没想到神猴本领通天 轻轻松松就把龙宫的命根子给拔了 棒子上面还写着 如意金箍棒 中三万六千斤 老龙王后悔不及 但是又没本事要回去 只好找天上的大老板做主 大老板听说龙宫宝贝被抢 当场就要发飙 这婆猴胆子忒大 赶到龙宫圈前 不知道那是我招的吗 一旁的怂包金星赶紧站出来出主意 何必大动干戈呢 随便给那婆猴一点甜头 让他为咱们所用多好 就这样 怂包金星被大老板派到花滚山 将神又忽悠到了天宫 大老板也没多废话 随便给神猴赐了个看马的火 神猴哪里懂得当官是要分座次的 就这么屁颠屁颠去上任了 没多久 上级马天军过来视察工作 没想到神猴没大没小 完全不懂当官的规矩 马天军当场就要拿他问罪 却被神猴一顿胖走 之后便捣毁御马间 回去花滚山快活了 大老板听说这扑猴胃口这么大 是山是河 有些拿不定主意 这时探子来报 说神猴在花滚山竖起了 齐天大圣的旗号 大老板一听 这还了得 要跟我争地盘 于是派出天兵天将下去捉拿大圣 巨胖神负责打头阵 气势倒是挺凶 然而却被大圣的金箍棒压得起不来 巨胖神灰溜溜地逃了回去 哪吒上来打二战 大圣有些下不去手 你这熊孩子毛都没长齐 还是回去叫你家大人来吧 没想到哪吒人虽小 本身却不小 三头六臂一出 跟大圣二战了几十个回合 然而始终不是大圣的对手 托塔天王践行是不妙 只好跑回去搬救兵 不过嘛 怂是怂 架势上可不能输 你在这里凶我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真理有种的话 就到波兰街去闯一闯 小饼 你瞄一下看他们有没有追过来 瞄一下就好 不知道 我看不清楚 走快点 大老板还在天上风流快活 这喝酒的姿势当然真是销魂至极啊 没想到托塔天王竟然失败而归 怂暴金星又趁机上前献祭 这破合本事这么大 咱们不如给他这个齐天大圣的抠名 把他留在天宫 大老板也不想全面开战 于是决定让圣后去看管盘桃园 就这样 怂暴金星再次下届 又是一番忽悠 将大圣骗到了盘桃园 土地公公给大圣介绍桃园的桃子 桃园里的桃子都是为盘桃圣会准备的最好的一批桃子 九千年开花 九千年结果 大圣看着又红又嫩的桃子 当场就忍不住偷吃起来 没几天 大老板的几个女儿过来摘桃 这仙女们长得 怎么跟现在的网红里一个不一样啊 这下巴到底是垫了多少层 这脸蛋 这小嘴 这真的是仙女吗 确定 这不是蛇精 仙女们来到桃园摘桃 在那儿碰到了大圣 大圣假装不经意的问他们 盘桃会都请了谁啊 仙女们说了一大串的名单 然而就是没有大圣的名字 这下可把大圣给惹恼了 叉叉你个劝劝 玉帝这老小子又忽悠你爷爷是吧 先把你几个女儿招了 就当压寨夫人再说 接着大圣又偷偷溜进盘桃会 把梅酒仙窑洗几以空 准备带下去给猴子猴孙们开开胃 醉醺醺的大圣误打误撞 来到了太上老君的兜率宫 又把那里的仙丹给偷吃了赶紧 之后便带着满袋子的战果回到了华果山 大老板听说大圣破坏了盘桃会 再次派兵过来撞到大圣 这一次打头阵的是四大天王 不对不对 不是这个四大天王 是天庭的四大天王 不过嘛 四大天王也镇不住大圣 这时天庭的盘面人物上场了 就是这个养了一条恶狗的三年仔 三年仔虽然长得丑了点 本事倒是真不小 大圣陪他斗智斗法 两人一个三十六遍 一个七十二遍 打起架来那是十分的好看呀 不过嘛 这天庭有点下作 太上老君见三年仔 拿不下大圣 偷偷放出暗器 捆住了大圣 大老板将大圣带回天宫 打算执行死刑 没想到大圣一身和练 金钟罩铁不沾 刀枪不入 太上老君向大老板提议 将大圣放进自己炼丹炉里面 炼成灰烬 然而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大圣不仅没被炼化 反而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逃出单楼的大圣 一路杀进了灵霄宝殿 错到天王的宝塔 也镇不住他 大老板只好灰热热的逃跑了 大圣砸烂了灵霄宝殿的招牌 什么狗屁百年老殿金字招牌 全都是骗的玩意儿 还是我花果山最好 就这样 大圣又回到了花果山 当起了 逍遥自在的齐天大圣 影片到了天宫最早于1961年 在国内上映 由于当时的文化政策调整 影片并没有完全公布 改革开放之后 大纳天宫走向海外 一度在国外引起轰动 2012年这部动画又被制成3D版重新上映 其经典程度怎么吹都不过分 导演外来明是中国动画事业的创始人 是影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 篇幅有限 星星就不多做介绍了 有机会再跟大家具体聊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